好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們 大家好 那今天我們要公佈 兩個新增的確診案例 等於是第19案例 第20案例 那這個案例呢 最主要就是60餘歲的男性 有B型肝炎及糖尿病的病史 無出國旅遊史 亦非確診病患之密切接觸者 於1月27號出現咳嗽 2月3日因呼吸急促赴醫院就醫 診斷為肺炎 當日收入於負壓加護病房治療 個案於2月15日晚間 因肺炎合併敗血症死亡 其一體經家屬同意 將依法定傳染病規定進行火化 並保留檢體 以供進一步檢驗 那第二例為第一例 之51歲的男性家人 於昨日採檢後確診 目前個案無症狀 收治於負壓隔離病房 這位確診的個案 他並沒有旅遊史 理論上不會在我們的採檢範圍內 可是在2月大概2月一直看到 就是說新加坡有很多的一個個案 大概將近有50% 沒有旅遊史 但是也有這樣的一個確診的個案 所以指揮中心又警覺到 是不是用這樣的旅遊史 來做這樣判定的採檢 是不是有它的一個疏漏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一些主要的一個方向 把它抓出來 我們認為有相關的 從2月12號起 我們就針對全國醫療院所 通報流感併發重症 且流感檢驗陰性的個案 回溯至1月31日起 進行武漢肺炎病毒的檢驗 那截至2月15日 我們全數完成了113件的檢體 那本案是其中的一位 是陽性 其他112位都是陰性 然後第二個 這位發現的個案 那本身是一位白牌的計程車的司機 那在那邊主要的客戶 他主要的客戶 都是具有中港澳旅遊史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已經在進行了 就它的一個聯絡的一個通聯的紀錄 展開全面性的清查 那也金牌相關的 這個通聯紀錄的一個健保 就診的資料 那也調閱了我們的監視器 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 把它的接觸史 能夠完全的掌握 也希望能夠掌握這些接觸史 而能夠發現 確確的一個感染源 我們現在正在努力這樣做 希望讓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不要繼續的擴大 第一個接觸者 同住的家屬有兩位 那家屬非同住的有十位 那醫護的接觸者有六十位 急診 在急診室裡面的接觸者有七位 那這些我們基本上都會採檢 那目前這來講 是醫護的接觸者六十位 全部都是陰性 那家屬同住的有一位是陽性 另外在採檢中 那另外一個非同住的 我們現在都在採檢 那他的一個 有一個其中已經一檢陰 我們要帶二採 那其餘幾位我們都採驗在送驗中 那當然因為有兩位住在台北 要找尋的時間可能稍微長一點 不過我們都盡速把這些 不管是同住的家屬或非同住的家屬 或醫護的接觸者 或急診的接觸者 我們基本上都這樣掌握中 應該可以這樣子說 不過現在就是說 他的接觸史是說目前 目前我們還沒有掌握到接觸史 所以我們積極的做醫調 把相關可能的人員 盡量不管透過我們這樣的一個資訊 或是監視器通聯的資料 等等去串聯 我們希望能夠盡快找到感染源 當然我們這個事情是要一層一層的做 那第一層是密切的接觸者 那他職業上面會接觸到人 那他的醫療機構 醫療機構做的時間也蠻長的 2月3號到今天2月16號 其實他裡面有相關的在非醫院的接觸者 其實已經快要接近我們的一個隔離期 或是一個就是我們的潛伏期 那這一點是相對的樂觀 不過我們不敢大意 這段時間所有在往前推 所有的接觸史我們都要去查 那針對這個為了要加強這個社區的監測 所以我們有從今天開始 我們會啟動所謂的社區的監測方案 那大概有三大項 像剛剛新聞稿也有 就是說我們會針對過去14天 有國外的旅遊史 那還有就是說曾經接觸到 國外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的人事的一個接觸史 那而且醫師要高度懷疑這可能是感染這個無關肺炎的一個個案 那第二個我們也會針對所謂的發燒呼吸道症狀的群聚現象的部分 去做多增加篩檢這個病毒 那另外也有會針對第三項就是說 抗生素治療3日未好轉節無明確病因 還有這個群聚事件個案或醫護人員的肺炎個案 那我們都會來做加強這個社區監測 看到這樣可能的一個國際形勢的一個發展 跟病例的出現 我們大概做了兩件 一個就是回溯性的 把以前可能會忽略掉的 回溯性的去把它都查出來 跟大家來報告這個中共查了113位 另外一個當然是前趨勢的 就是說未來可能要把這個波動 它要把它補好來 所以我剛才那樣的一個擴大的一個檢驗 檢疫的方案 如果你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所謂的小時候 可不可以的 但確實在好 我們在一起 聽到 警方的冷藍 口感 要聞一下 關於 時間